华人新村向联合国申请列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建议 早前引起了一些马来社群和政党的反对 有的就主张优先要让吉隆坡甘榜巴鲁来生移 不过政府今天斩钉截铁表示 不打算让甘榜巴鲁生移 其中一项理由是这个百年马来村落 还没有满足生移条件 百年马来 That's it 这份大蓝图规划了甘榜巴鲁 未来20年的发展方向 将确保马来人的权益受到维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